我不希望对方在我面前玩火 但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因为我小时候 有一段童年的阴影 我小时候就是因为不懂事 就是有一次把火柴点燃之后 然后火柴的那个芯子还是燃着的 然后我把它直接扔进了 我家里的一个空调里 当时空调的那个枫叶还是开着的 然后引起了火灾 然后把家里的墙都烧黑掉了 万幸 万幸没有出大事 对 桂孟娇 男嘉宾你好 我小的时候和你有差不多的经历 我就记得有一次 有一个小孩和我一块 那个小孩是个小男孩 然后他手里拿了一个打火机 然后当时他非要跟我说 我摔给你看看 我就很好奇地凑上去了 然后他往石头上一摔 当时真的没什么事 等我凑过去 脸往前一伸之后 他轰的一下着起来了 我当时那个厚重的细刘海 就全烧成了那种狗啃式的 所以这件事情 我自己也挺心有余悸的 这也是一种脱发的方式 14号 男嘉宾你好 您好 我想知道您是对火有应激反应吗 还是 就只要看到就会有点害怕吗 对大部分情况下看到 还是会有点应激反应的现在 那比如说 风天过节时候放烟花呢 那个还好 那个就是我站在一定距离的话 看还没问题现在 火锅能不能吃 火锅可以经常吃 对 因为火锅没有火 里面烧起来 火锅能不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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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锅能不能吃